欢迎来到明星新闻MKN Star News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泰国模特撞脸迪丽热巴 真人照片曝光 果然是照片 互联网的美女千篇一律 有趣的灵魂万里挑一 今天就让万里挑一的兔小妹给大家带来点欢乐 最近车模版迪丽热巴再次引爆网络 凭借抑郁风情脸蛋走红后的迪丽热巴 她频繁被撞脸 就算姑娘长得这么漂亮 也不用这么碰瓷巴 就在前几天出炉的2020泰国环球小姐 也有不少网友包括媒体爆料撞脸迪丽热巴 这位泰国区选美冠军名叫亚曼达 27岁 凭借亮丽的外表加上高挑又凹凸有致的身材 成为了新一届泰国选美皇后 身高 170cm 职业模特 亚曼达经常在个人社交平台上 分享美照和工作写真 近些年来积极参与选美比赛收获了不少热度 抑郁风情 混血 乍一看确实有几分迪丽热巴的感觉 当然选美皇后撞脸也就忍了 因为就连梅花Q都撞得生疼 这张脸就是天生励志的代名词吧 老天赏饭吃 然而不只是泰国选美皇后 就连泰国车模也撞脸迪丽热巴 还有港媒报道有车模撞脸迪丽热巴 撞脸程度可以人脸识别解锁手机 我们先来看几张网上热传的照片 这次撞脸完全是因为迪丽热巴的奥迪RS代言定装照 迪丽热巴成为新一届奥迪RS形象大使 身穿红色紧身包囤裙 有点击车服的感觉 毕竟是给车做宣传 这次迪丽热巴也当了次车模 同样的车模造型 同款站姿 难免让大家看出几分相似之处 而这位泰国车模身穿露背装 站在车前不停地填笑摆pose 供车迷疯狂拍照 笑得这么灿烂自然更讨人喜欢 甚至许多车迷调侃比本尊还漂亮 看到如此高的评价 小编自然是忍不住了 于是兔小妹还真找出了这位车模的社交账号 这位名叫Nisha的泰国小姐姐是位职业模特 殷义纳扎 我们就叫她迪丽纳扎吧 迪丽纳扎在社交网络上拥有6万粉丝 在泰国也只能算是三线模特吧 况且两人一个灵木车展 一个奥迪RS品牌宣传大使 怎么看都差了10万8千里 而且看完这位迪丽纳扎的真人照片 和车展上是天壤之别 当然神韵还是有几分相似之处的 PS 当然小编也是筛选了迪丽纳扎社交网络上最漂亮的几张照片 而且这些照片是迪丽纳扎在18年的时候拍摄的 去年就有不少媒体在热传 来看小姐姐在其他车展上的造型 只能感叹 这次的车展摄影师简直就是摇驰大脚仙 这么美的瞬间是怎么捕捉到的 镜子前的自拍照 身材相比迪丽热巴确实是不相上下 同样挖凸有致 而且比迪丽热巴更加风韵 肌肤也是吹弹可破般细腻 但是五官就相差甚远了 而且可以说是典型的照片啊 但是一万个人心中一万个阿弗洛迪特 也许他更符合泰国人的审美吧 两人各有千秋 再来看小姐姐的泳装照 只有侧颜酷似迪丽热巴 真人差距和迪丽热巴还是很大的 而且看完这位模特的生活照 也并不是像媒体捧得这么高 说超过本尊 兔小妹只能说抱歉打扰了 感谢您观看视频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以支持我们 MING PAO TORONTO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